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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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做出全世界最表的弓箭 就是我們最新的專利滑輪 就是弓箭的核心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超真少林 台灣是一個開發製造研發非常厲害的地方 有的時候從你家的巷口走著走著 你就會經過一個冷冰氣的冰工廠 而這間就是經緯度 一個世界有名的弓箭製研所 非常有榮幸能夠來到這間公司 做一點小小的研發跟製造 然後才能夠讓我們好好地拍攝這個 彈性偽能的一個科學跟知識 你知道彈性偽能是什麼嗎 我當然知道 那講幾個厲害的彈性偽能的東西 最厲害我應該覺得是避震器了吧 避震器還有呢 彈弓 彈弓還有呢 還有十字弓 是不是 找到十字弓那你看過殷尸錄嗎 有啊 第七季Daryl拿的那把就在裡面 你怎麼知道 我剛剛進去看過了 對 竟然已經破格了 我們今天要講的這間公司呢 就是他們外銷到世界各地 不管是弓箭 十字弓 還有各種彈性偽能的東西 都是在這間小工廠裡面製作出來的 台灣持有十字弓呢 其實在30年前是合法的 但是30年後呢 因為發生一些新聞事件之後呢 他就從此被管制了 不過呢他在世界各地 其實也就是一個很普遍的休閒運動 讓我們這個彈性未能究竟要彈什麼東西呢 一隻穿雲劍千斤萬馬來相見 小時候你有沒有看過一根弓箭折了斷 一百隻弓箭折不斷的故事 那為什麼我聽的故事是筷子 是弓箭 好吧 但是一百隻弓箭我還是可以折了斷 那你下一次拍一集看看啊 我跟你講還是算了 現在的弓箭製造呢 它所使用的材質跟系統呢 已經到了一個你無法想像的地步 那我們話不多說 就來進工廠吧 你有沒有看到工廠有一隻黑狗 你知道工廠的黑狗通常都很兇悍 如果保護工廠的時候 對 所以它通常會咬走進去的第一個人 你現在是要叫我走第一個的意思嗎 等一下如果是我被咬了 那誰來做弓箭 好啦 雖然受傷很麻煩 不過我知道你一定會補償我 那我等一下就走第一個 不會啊 就我們勞健保裡面沒有包含被狗咬 對 正式為萬事起托難吧 今天我們要做這個彈性未能 第一個最重要是什麼呢 當你要產生彈力 要有彈的感覺 彈的感覺 所以一開始我們要做什麼東西是最重要的 做它的彈性鋼體 人區嘛 像我們在發力的時候 人在這樣這樣子 這種感覺 背後的這個組織 是你全部的最強烈的骨幹 所以一開始我們要做骨幹 這個骨幹叫什麼呢 叫工壁 工壁是用什麼樣的材質做的 就是用這個玻璃纖維 在玻璃纖維當中其實有分非常多種種類 就是有像做雕做的膠織的啊 然後或者是 有做我們所謂的 就是用織紋的啊 那在做弓箭的這個項目當中呢 它其實要做是極向式的織紋的 就像大家所看到外面的711的 OPEN獎公仔啊 它有一些 也是玻璃纖維 或者是你家裡的浴缸 也是玻璃纖維 它也是玻璃纖維 中國大陸他們會講叫陶瓷缸 也有一方說法叫做 玻璃纖維素質 也有人稱之為FRP 那關於部位纖維製成 完全就可以再重新拍起給大家看 那一開始我們要做的就是 裁材料 最開始來的材料呢 大家也看到 它很像是一個 我們在做木工的貼皮的板子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這邊 有一個非常傳統的小字句 把它靠到底之後呢 按下按鈕 然後我們的氣壓動作 氣壓滑軌 這個東西以前我們有拍過了 大家可以過去複習一下 這樣子就拆好了一片 就是一片 感覺像菸葉的感覺 那這一片小片材質 做完之後可以要幹嘛呢 現在我們就要來捲葉子 好 這你的纖維毯做完了之後呢 下一件事情要幹嘛呢 就是捲 這個就像是捲古巴雪茄一樣 把它那種雜白的 然後把它 對對對推起來 然後這樣子 就像是有沒有看過 Michael Joe的人抽的雪茄 大概就是這個長度 那抽完了之後要幹嘛呢 就進行到下一個步驟 那要說捲完之後嗎 還是抽完了 我剛剛說抽完了 我剛剛說抽完了 Michael Joe的人抽了雪茄 雪茄哪有做那麼長 好 你不懂 下次拍一集 下次拍一集給大家看 那我們捲完之後呢 就可以進行到下一個步驟 熱壓 現在在熱壓前呢 你要把剛剛我們捲起來的 小菸草 把它放到你的模具裡面 關於這個模具 我們找機會再拍一集 跟大家說解釋 模具放好之後咧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合起來 就可以成型了 放好之後呢 把它塗進去 然後就可以啟動它 它就可以慢慢的加熱 然後成型 那當它時間到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的機器下降 降下來之後咧 就可以把你剛剛的模具 跟你的雞蛋糕把它抽出來 這樣兩塊之後呢 旁邊這個一致洗漬 這樣 嘟嘟嘟嘟 然後這邊 嘟嘟嘟 好 這邊兩邊都拉起來之後 這個 這個就是成型漂亮的功倍 然後這個時候咧 我們就可以慢慢把它頂開來 用這個槓桿 讓它先跟模具拖開 很像一二三四 有沒有 就很像很可愛的小雞蛋糕 那這個重要的功倍呢 讓我們這邊 做完之後咧 旁邊 把這個多出來的纖維 跟多出來的肉 然後把它磨掉切掉 切完之後呢 變成怎麼樣呢 變成這樣 鐵仔 翡翠 欸你們知道 翡翠 假翡翠 跟假的玉 其實很多都是用這樣做的 藍一些就是假的小玉粉啊 不管你要用各種什麼奇葩的玉 你看這個還透光 欸你跟妳講這個種水 多少錢 500 送給我 200給啊 你知道這個打磨拋光之後 其實是很漂亮 還是我們下次用FRP做一個 假玉 假玉 拿去賣 對我們拿去鑑定 拿去當鋪鑑定 你當鋪有灑是不是 不用當鋪鑑定 我就可以鑑定了 好啦 那我們就繼續玩下一步吧 工廢做完了 在我們工廢做完之後呢 之後我們就要進行 其他零件的大步加工啦 那工廢之所以為什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 就是它裡面的纖維支數 你用的素質 是用哪一個型號的 你用什麼樣的長度 你用什麼樣的形狀 它都會影響你在弓箭射出這個動作的動能 而這個動能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種 推進力 因為它只要彈性不一樣 它的長度不一樣 它的立舉不一樣 還有什麼都不一樣 你剛剛說什麼 彈性 我認真在聽我們 我這樣舉得很累耶 沒有 但是還是要認真聽 實習生總是會比較辛苦一點 在實習的階段當中 身體跟心靈都要很專注的 你還沒講那個 你有講扭舉嗎 扭舉沒有 扭舉 對很好 還有扭舉 這幾項都是會影響它的動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身體 身體呢 我們使用的是鋁舉型 鋁舉型我們還沒有拍過 所以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你才不會錯過許多工業製作的小知識喔 我們拿到這個鋁舉型的形狀 這個形狀 這個凹 有沒有看到這個凹型的形狀 這凹型的形狀 看起來像什麼呢 彈性未能的主體 對 彈性未能的主體 好 我們之後要用洗床 去給它加工 用洗 因為之前洗床我們大概有拍過了 所以我們也怕浪費大家太多時間 欸 洗床我們有拍過嗎 我們很常講 結果我們都沒拍耶 有機會我們再拍幾個大家看 洗完第一個步驟 就是我們會把你要裝的敏銅螺絲 要結合的地方 然後都倒腳倒出來之後 下一個步驟就是 旁邊的組裝的地方都弄好了之後呢 就是要加工去洗它的側孔 洗側孔是為了要幹嘛呢 就像洗廁所是為了要幹嘛呢 洗側孔的重點就是要讓它清亮 因為你長期拿著這個彈性未能的工具 在逃跑 或者是在進行一些野外的修繩運動的時候 能夠清亮化總是更好的 就像是Gibson的吉他一樣 所以你在彈的時候 每天在那邊 slash在那邊彈的時候很累啊 那他就會把其他挖控 挖控除了清亮化之外 當然聲音的共鳴也是更棒的 好像要拍幾Gibson的工廠 當滑道的加工都處理完了之後咧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行洋機處理啦 洋機處理完就是這個樣子 洋機處理很快啊 我為了想要加快這個拍攝的速度 不然以前我們每次拍支片都拍好幾天 洋機處理它其實比粉烤 比一般鐵的是噴漆 比什麼都還要更厲害 但是洋機處理實在是要講太多東西了 我們還是要再拍一集 跟大家好好講解一下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像是電鍍一樣 那怎麼樣用很短的時間 讓大家了解電鍍呢 那就是鋁表面板也會有氧化層 那洋機處理就是讓它氧化層變厚 那這個氧化層會達到保護的作用 等一下他講的坑坑有力的樣子 你讓他講 蛤 來繼續講繼續講 就是它會達到保護的作用嘛 那你這樣在野外就是如果有潑到水啊 或是怎樣 它就會抗阻然後抗秀 然後會讓它的表面氣也可以吸收更距離 應該不能講抗斧抗秀 應該是抗氧化 對 秀就是一種氧化的過程啊 對對對 但是鋁的氧化其實是為了保護它的本體 因為它鋁氧化之後 它的表面層會形成保護層 那個保護層比較不容易氧化啊 所以洋機處理到底是讓它氧化 還是讓它不氧化 洋機處理就是讓它氧化之後 不再被氧化 對 沒錯 就是這樣子 我們很快速的是不是了解到洋機處理的過程呢 那洋機處理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刻上你公司的可愛小LOGO 好 在我們的雷射雕化做完了之後呢 我們把一些大部的零件收集起來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開始組裝我們的X體了 對 我們不能講 我們來講 我們要來開始組裝我們的彈性衛能工具了 那這個彈性衛能工具的組裝 它有分成非常多的層次 那我們今天為了拍攝 我們越過了許多小細節 這個 我們的扳手 這樣子進來 然後我們這個內溜角的抿頭螺絲 把兩邊固定 鎖螺絲有個小技巧 就是不要一次全部把它鎖到緊 要先含住 含住之後呢均勻分配 它可以保障你的內牙有一個很一定的受力 有沒有 這樣子這個形狀大家看起來有沒有 就是很一般的彈性衛能的工具 它看起來應該就是蠻適合媽媽出去買菜啊 媽媽出去買菜會需要彈性衛能的問題嗎 我們媽媽都去山上買菜 記得 大家在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不管是任何動力衛能的工具 這個經過一定要抵出身體 反正後座力會讓你撞傷 這很重要 好 那我們這個部分做完了之後 我們現在來說我們的工壁 好 然後這個 纖維就是我們早上做的工壁 工壁就是堪稱為所有工件裡面最重要的心臟 首先要把我們的負拳線 然後直接放上我們這個套筒 然後跟我們的工壁這邊全部做結合 然後這個 這個是在力學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這個滑輪之所謂非常的重要 原因是什麼呢 它的形狀 哎呦 有想法的 它形狀 什麼樣的形狀是在力學裡面最好的呢 那樣子槓桿原理 就是你看它這個形狀 它這個滑輪不是同心人 是 所以也就是說你在你拉你的工的時候 它在拉到某一個 就是不同程度的時候 它所受到的力其實是不一樣的 哇 講得好像你在這間公司上班一樣 我力學大師耶 力學大師很會講之外會做嗎 呃 這個師做的部分還需要教 那一會兒你來扣一下 你知道這是這什麼嗎 蛤 你知道這叫什麼嗎 大學有教嗎 沒有啊 大學沒教想一下 那你知道它那來幹嘛的嗎 那來固定的嗎 固定這個 不行你這樣去壓就不對 這樣壓它會變形 再想一下 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這樣壓進去 然後呢 手很痛 對 所以要拿工具 什麼工具 交槌 不是啦 教你 教你了 你現在焦大的教授現在看著螢幕很生氣 不是啊 到底要用什麼來 就夾進去而已 我想夾 喔 死鬼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工幣很可愛的把它固定上去之後呢 把它鑽緊 頂到底 所以到時候這個工幣的發力跟這個滑輪 它們會產生一個極度彈性未能的釋放 這樣子之後有沒有慢慢的大家開始有了想像呢 給我們看一下有沒有人家射手座 好 接下來我們魔動王就要來合體囉 蛤 每天跟我魔動王 魔動王是什麼 你是1999年出生 對 你1999年出生以後 哪一個卡通是可以合體的 那個什麼基甲戰士 基甲戰士 反正就是穿那個緊身衣 我從小到大每一個戰士都穿緊身衣 我沒看過哪一個沒有穿緊身衣的 那你一邊幫我哼個基甲戰士的音樂 然後一邊合體 其實我沒有看 接下來合體之前呢 我們要先上選線 畢竟沒有選就不是工了嘛 對不對 沒有弦就不是吉他了 沒有弦就沒有十二鬼月了 沒錯 果然是1999年的年輕人 所以弦要怎麼上呢 那我們就要上機台 大家有沒有在弓箭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弓在拉的時候它是一個很大的力 所以有一些棒處 你其實到基本上五六十七十以上的棒子 一般人都很難拉動 在這個狀態下你要怎麼樣去裝弦呢 就是你就要上機台 因為它這個的規格大概是12英級 所以我們在裝弦之前 我們要把它往內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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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蹦到差不多11.5 這個距離到了之後呢 你再來裝弦就會比較省力一點 這樣差不多 11.5 11.5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覆弦 把它勾上去 然後因為呢 線有線性 人有人性 我們在這個線上去之前 稍微把它旋轉一下 這樣子它在力量施放的時候 會比較均勻一點 好 勾槽勾好之後 把它這樣子順過來 複拳裝完了 我們現在來裝主拳 主拳呢 我們這個反向的 所以我們要從內往上 一樣 就是我們就在它的滑軌的外面 然後一樣 確實扣緊 是否已確實 確實 我們一樣這個線性要理 理得舒適一點 然後理好之後 從下往上 穿過來 穿過來我們換這邊 這邊把它勾住 然後我們要確實的讓這個 所有的線 都要順順地跑在滑軌裡面 都有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釋放這個工了 有沒有 這樣子 慢慢地把它放放放放放放 你看你的工的拳都裝好了呢 對這樣各位小朋友 是不是就裝好了 非常簡單呢 簡單之後我們又要來合體了 唱啊合體啊 不會唱啦 你一個力學博士你不會唱的 唱得極難聽 好吧 難怪工科都沒女朋友 在我們這個主腹拳都裝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裝上滑動塊 那你就可以來跟你的彈性工具來合體了 那這個時候 就只要把它對位對到 在螺絲繃緊的時候 它的間距就會越來越小 好咧 然後之後呢 翻過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在拉弓的腳踏板 鎖上去 這個東西咧 在牢外裡面叫做馬凳 這個一定要鎖緊 不然你 往上用力拉的時候 就打到你的臉 好之後我們就可以 把我們的瞄準鏡 裝上去 我們再把這個裝上去之後 就可以幫助你的彈性未能的工具 做好一個更精準的量測 那重點就是 這個眼睛的距離 跟你身體的距離 就是要保持一個 你每個人舒服的狀態不太一樣 這個時候火藥未能 跟彈性未能的用法 就不太一樣 火藥未能有時候 你要注意像這種 比較長距離的準鏡的時候 後座力很大 你有沒有看過人在打完 發射完之後 眼睛這邊有一個 被尖過的歐勒 你知道嗎 所以這很重要 總之每個人就是 找一個自己喜歡的位置 只要準什麼 其他都不是問題 那我們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把這個 懸檔裝上去 它的這個在安裝的方法 就是它的中心 要盡量對在這個懸上 弓箭射出去的時候 可以阻擋它的能量 把這個地方四個固定之後 調到一個好的角度 這樣我們這隻弓 就算是完成了 完成了之後 我們現在要進行什麼呢 試射 不過在試射之前 因為我們實在是 太害怕這個 YouTube的管制條例 然後會讓我們造成許多困擾 讓大家沒辦法看到 前面的這個 弓箭製造 跟經緯杜這間公司 厲害的製程 所以我們決定 把這個試射的階段 直接分到下一集 以防萬一 當我們今天被BAN掉的時候 不會整隻被BAN掉 我們就是BAN一個 小段的項目這樣就好啦 另外 我們還有準備 會員影片給大家 我們的會員影片非常精彩 都是只有會員才看得到的 所以歡迎點擊下面的加入 然後加入我們超人人的會員 讓我們能夠拍出更好的影片 謝謝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託 然後歡迎來到我們 超人人彈力未能 的一個最終試練 所以你要射我的車門 對 我要射你的車門 我覺得我們頻道很適合來 舉辦一種就是 挑戰國際舞台的 國際級的公司跟工廠 所以我們今天派出的是 最強的弓跟最強的盾 來囉 3 2 1 5 登登 到底有沒有變串燒呢 各位我們上市全賣完的超人真 周邊商品又上線囉 喬世行的兄弟茶 莫名其妙的小玩意兒 大家都可以到我們的連結商人去購買 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 依然超人真喔 拜託 CAD就是GREATES at Taiwan 是為新媒體所創造的全新平台 現在你只要下載哈密media 並且訂閱CAD 你就可以提早14天 看到我們超人真的影片喔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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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